大家好 欢迎回来 芒向编辑部的法庭 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1月29日 星期六 肯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先生 请大家like我们这段片 刘克言 最重要是订阅 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 沙冷戏 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次回来说的这宗案件 发生在2019年10月1日 国庆日 当时这班人又要发起什么六区开花 即是六区也要打获劲那只 当然不单止六区的 而其中一个战场就发生在黄大仙 当时也有200多人的暴动事件里面 当中有12个人被捕 到今时今日 审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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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有这个判决 12个被告里面11个人暴动罪成 有一个罪名不成立的 而当中这11个真暴动人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当时常在暴动场面的时候 都会见到这些人的 就是所谓的义务急救员 我们经常都觉得 你究竟是来帮忙急救 还是来搞事 到今次的这宗案件 在法庭的审讯里面 就对于这个所谓的义务急救员 有些什么要说呢 就是为何会判他是一个暴徒呢 就是为何会是暴动罪成呢 我们待会可以再慢慢说一说 其实这一宗案件的审讯 在上年8月30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那开案陈池呢 那时就说他们 就是在2019年的10月1号 大概呢 下午3点左右啦 那一大班这些示威者 暴徒呢 就集结了在农场道 近着黄大仙广场天桥的行车线那边啦 那用这些杂物在那里堵路 去到大概当日的下午4点左右呢 两百多个示威者 暴徒呢 已经在沙田坳道 近着农场道巴士站那边再聚集啦 警方已经设置了一个封锁线啦 那两者呢 距离呢 大概60米左右的 哇 就是想起到这些画面都哩哩在目 还以为自己很厉害 跟警方对峙嘛 又弄了那些遮阵啊 竹枝阵啊 这样啦 再拿那些工程用的黄色栏杆呢 就堆起一个防线啦 那不是给他们用的 他们自己偷回来 或者在附近的地盘呢 就撿回来啦 那也都有一些示威者呢 就在地面挖砖啦 扔砖啦 也都不断呢 向警方的防线呢 就扔汽水油多蛋子啦 扔硬物啦 当然也都包括了一些砖头啦 这一次的陆区开花 为什麽黄大仙这一单我这麽有印象呢 因为呢 他们就是扔汽水油多蛋子 搞到呢 烧了我朋友的电弹车 好像说 烧了就没有爆到呢 那就好像没有 那当时警方呢 就一度举起这个黑旗啦 和这个橙旗啦 那当然啦 你举什么旗都好啦 举到七彩缤纷都好 那些都是不会理你的 照样继续这样做的 那可能你会问啦 那我朋友的电单车呢 被他们这样BBQ了之后呢 有没有得赔啊 保险那方面 那很可惜啦 我的朋友呢 那个带口比较窄些 原来呢 这样Total loss了整架电单车呢 它要供满了 那之后呢 才会赔回一架给它的 但是它又没有钱呢 一泡过呢 扔回了下去 来到供满了车呢 那就是啦 所以要慢慢再供 供供供供供 供了先 跟着呢 才会赔回一架给它 原来是这样的 我就不太知道啦 它的保险究竟是什么解救呢 那这里我就不深究啦 那我们回来讲单案先啦 不过呢 它们这些人呢 破坏都影响了很多人的民生 那当时也都用铁通啊 长竹枝啊 飞去那些阿sir里 也都习境的 什么都有啦 那据说呢 期间呢 也有用一些叫不明液体 涨向那些阿sir的 那幸好不是二言液体啊 或者腐蝕性啦 那警员唯有用这个圆盾抵挡啦 那那班人都相当之癲啊 那据说呢 甚至乎那些圆盾都被他们打爆了 那搞搞搞搞搞搞搞到去下午大概的5点多钟啦 那警员呢 利用港铁站 D一出口呢 就往地面呢 就撲上去了 那沿着隆长道西行那边的路线呢 就进行这个掃挡和拘捕行动啦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就将这一单案列面的12个人 就将他们拘捕的啦 那当时候他们说很生气啦 啊 为什么港铁连封了出口啊 就是因为这样被阿sir呢 声东击西啊 那个D一出口呢 咔嚓了声 那整个团都冲出来呢 就将他们拘捕啦 那将这班人拘捕的时候呢 也都在他们身上呢 分别找到一些头盔啊 眼罩啊 手套啊 户竹啊 口罩啊 防毒面具啊 索带啊 电筒啊 绷带啊 生理盐水啊 雷射笔啊 铁锤啊 什么古灵精怪都什么都有的 而其中那个呢 第十一被告 就是 所谓的叫做义务急救员啦 那他们身上呢 就找到大量的急救用品啦 包括 纱布啊 什么膠布啊 生理盐水 止血包啊 什么都齐啦 那他当时候呢 都有穿着一件橙色的急救背心的 而被媒体拍到他的时候就说 哇 有没有搞错啊 还不是警报 好 他来急救而已啊 来帮人而已啊 就是因为你们不断射眼泪弹啊 他才要帮人 什么 拿生理盐水啊 冲一下眼睛也好啊 什么都好啊 他们都是来帮人而已啊 为什么要拘捕他啊 那当时这些画面呢 就被大事报道啦 就是说 警暴啊 又什么皇军啊 又说 为什么连救护员都不放过啊 就是因为阻止了这个救护员的话呢 令到很多人都得不到治理 记住啦 整个环境来说呢 不是只有这些叫做义务急救员的 其实还有一些是叫做真的急救员 其实你们这些人呢 不出来这样搞破坏的 那又用什么要有狐狸员在现场帮忙急救呢 那你们这些人还在那扔砖啊 扔汽水又多坦字啊 虽然啦 他们这个暴动的时间呢 不是很长 但是呢 破坏力相当惊人 大概是18至20分钟左右 如果 当然啦 加上那个对峙的时间就不止18分钟 最激烈的时间就大概18分钟左右 那还好笑啊 我还记得其中有一个被告被拘捕的时候 那这个人呢 大概19岁的 我还记得 那有个学生哥 那他就涉嫌管有一把铁锤 那还想在那扭 说到自己其实带着铁锤都很合理的 就好像汽车维修员那些那样 那接着呢 有一个呢 22岁的女暴徒就还好笑 那便搜到他有一枝锐石笔 那在警戒底下 他就说 这枝不是我的啊 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塞给我的 我又不认识他 我又找不到他 那我又找不到地方丢啊 我不会随便抛垃圾的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啦 即是你们挖砖啊 堵路啊 拿多些篮杆在那堵乱啊 扔汽车有多弹子啊 什么的破坏行为 违法的行为都做到齐啦 习警又有 你跟我说 你很守规矩 奉公守法 连垃圾都不会乱丢啊 你都不要真的笑死我啊 那这个女暴徒 你自己到时坐牢的时候就慢慢反省一下 那为什么那十一件呢 全部都是罪成呢 那法官的定夺是在哪一个位呢 他说这一宗案呢 要从两方面去考虑被告呢 究竟有没有参与这个叫暴动的 那分别呢 就是在被告被截停的时间和地点了 另一样呢 就要看一下他们的衣着和装处和装备 那在十二个被告被截停之前 在那短短的十八分钟里面左右 就在农场上呢 发生过非常之激烈的暴动 警方呢 有四次发出这个警告 但是呢 这一班暴徒呢 是不会散去 亦都是没有散去的 继续叫囂 订杂物和对峙 那即是呢 在最重点的十八分钟 即是警方拘捕他们之前 那十八分钟呢 是相当之激烈的 那理官也都搏斥这个辩方了 他就说被告呢 在被捕前那一刻呢 才去到现场的 即是说他们刚刚到而已 他只不过刚刚到 阿sir就立刻来到扑下他们 那不是关事吗 那为什么理官又说他呢 那他就说被捕前一刻才到之余 还要说呢 他们受到阻碍 不能够及时离开而已 那理官说这些简直是自伤矛盾 他说因为被告呢 出现了一些暴徒 说到明了 暴徒和这些警方对峙的重要据点 他都认为了 是一个极度不尋常的情况 因为呢 正常人怎么会去这些地方呢 还有了 说到明了 案发的时候呢 简直是一个小战场一样 在阶呢 当时候暴动的环境呢 是四通八达的 不会有无辜的徒人呢 会走进去的 任何人 正常一点都会想到自己的安全为由 只会 最多都是旁观的 就算你真的叫不小心进去的话呢 都会离开 避免央及慈离的 喂 如果扔起来 烧起来 刚才我都说了 我朋友的电单车 你猜他不想去驾走他的吗 他有想过的喔 他有想过去现场呢 开走电单车的喔 只不过呢 他觉得 如果去到的话呢 你驾走电单车就死了 被那些暴徒见到呢 我想他的下场 他说 跟电单车一样 笑瞪了 或者不似人形 所以他没有去了 因为你正常人呢 你是不会去的 见到两边在对峙的话呢 其实就不是怕警方的 是怕那些暴徒而已 因为他们没有性的嘛 你够胆拿走电单车嘛 如果他们两边 适当一边经过 你兜去警方那里 怎样兜啊 洗上行人路啊 那需要去哪里呢 没的啦 看着电单车就没有了 即使好像李冠所说 你都怕会殃及辞余的嘛 所以最后呢 就排除了他们是无辜的徒人了 也都知道呢 或者可以说肯肯定呢 说这班人呢 是知识到呢 有暴动的发生 但是呢 他们不会去阻止 也都蓄意呢 令到自己呢 成为一份子的 那当然啦 我们会看他们的衣着的嘛 即使呢 地点和衣着家装备呢 就是两方面了 要补充回征所先啦 我怕大家听不明白啦 那对于他们的 全副武装呢 怎样说呢 那理官就说了 除了第十一个被告之外 其余的被告呢 都是穿了黑衣的 他们明知呢 有暴动发生 没有离开 反而留下 和其他呢 这些示威者 这些暴徒呢 就共同进退 他们呢 也都是意图将自己呢 视为其他这些 这样的示威者呢 的伙伴 也都令到其他示威者呢 当了他们呢 是自己有 即使呢 所说的叫做手足了 这一方面就是我说的 藉此呢 叫做互相壮胆 壮大他们的力量 阻碍警方 执法 和减低警方呢 认出这些示威者的机会 那因为个个都黑鼓了 嘛 来到一个 好似一种叫做鼓励形式呢 那样等大家呢 叫做参与这个暴动的 那就住他们的 装备来说呢 就说了 第一至到第十被告呢 身上的装备呢 都包括有眼罩 防毒面具 头盔 手套 护室 和一些保护装备的 更加形容呢 第一被告 和第三被告呢 是全裤武装 是齐了呢 是齐了呢 刚才所说的五类物品的 那有些就 那有些就 未必齐了全裤啦 有些就可能 未必有那些贵的 护室啊 那些那样的嘛 你想一下啊 喂你无端端 怎会穿到这样出街的呢 你就算说 怕有暴徒啊 或者怕会遇到暴动啊 你都不会穿到这样 全裤武装 在街上走 你没有见过人家 这样 周街走着这套东西呢 说要走商场的呢 或者要去吃自助餐的时候呢 是穿着一套这样的东西去吃呢 因为随时怕有暴动啊 然后扔下个眼罩 扔下个猪嘴呢 就开始吃了 就有没有见过那些人 去喝茶的时候呢 是戴着一些护室啊 或者呢 是戴着一些手套 这些保护装备 在那里吃的呢 是不是 不会的嘛 你都瘋了的 那李观众说 他当时也没有疫情啊 那用不需要戴这么大的口罩呢 是不是 那之所以 显然意见 这一班人呢 所有的物品呢 都是来一个示威现场的必需品来的 目的呢 就是防止警察的催泪烟 以及遮盖他们的面容而已 好了 那对于这个叫做形上 造型上 和依着上 是一个急救员的人 那何解呢 他也是 纳入了这个叫暴动呢 那说过去呢 原来他本身呢 真是一个真真正是认识得急救的人 那何解呢 他是姓一汉救生队急救队的队员来的 那辩方呢 都传召了 他急救队的主管来做工 确认呢 他真是一个队员来的 但是 记住一样 他当日呢 是没有派到 那些什么队员呢 去出勤的 那理官就说 被告即是 以个人身份呢 担任急救员 那说 虽然呢 他的衣着呢 和其他那些暴徒呢 那些全黑的那些就不同 但是呢 法官就推断了 这一条人呢 很明显就是在这些暴动的18分钟里面呢 出现在现场的里面的 也都知道呢 明知当时有暴动的发生 他的推论呢 甚至乎比其他那10个的被告更加强 明显了 他在这里的行为是什么呢 是令到那些暴徒知道 这一个第11个被告呢 是可以为他们提供急救的服务 那之所以 这一个第11被告呢 不单止呢 令到他自己成为其中一份子 亦都是呢 支援和成为呢 这一班暴徒的后盾 那如果 这些暴徒知道有一个这样的后盾呢 即是受了伤啊 或者有些什么 催泪烟 弄了些什么呢 就有人帮他们急救 有人帮他们治理 然后呢 就再上前线打过 也都说明了 在法庭就说 例如受到催泪烟 或者其他不惜的示威者呢 可以为他们提供到治疗 和这个协助 那理官就说 这一个人呢 他的行为 是会增加了暴动的激烈性 和持续性 再加上呢 这个被告呢 他是在暴徒那边嘛 那即是他人会为警员等等的公职人员呢 提供服务啦 那他还说自己呢 就像战争中 服务平民百姓的联合国一样 那法官就说不是啦 你只不过呢 是参战军队的救援兵 那这一事呢 罵得非常之好啊 那那我说回 为何有一个呢 能够叫做脱身呢 他是第十二被告啦 那他是一个女仔来的 那理官就说呢 他那个装备呢 就真的太过叫做欠缝了 身上呢 也都没有拿着什么物品呢 可以做到暴徒的 说他当时呢 是穿着一条呢 黑色的裙裤 再帮着呢 那帅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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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兵里面呢 那里面呢 有两个布口罩啦 就跟其他暴徒的装束呢 就不是好同了 那所以就判到他罪名不成立啦 那很好搞笑哦 你已经是脱懒啦 然后听到先还闹哭 哇 大哭 笑死我 他們3月4日才判刑 這段時間要還押 因為其中有一些被告未滿21歲 理官說會為他們索取背景報告 盧教中心和教導所的報告 終於在這宗案件裏 能夠還警方的清白 何解要將這些所謂義務急救員 按下他 原來是有原因的 就是你們來幫這些暴徒 讓他們更加有信心 上前打得厲害 即是覺得有什麼都好 後方有人支援 你有支援的話 你的人信心 或者你做起事 都叫做放膽很多 我們有時候都會說一句話 一個成功的男人 背後一定有一個支持他的女人 如果不是的話 怎麼會這麼無後顧之憂呢 如果男人要在外面拼搏 那個女人在家裡 吵吵吵吵 經常打電話問你 什麼時候回來 有時候女朋友都會 即是又說 你是不是究竟OT的 又這樣那樣 又檢查你在哪裡 但可能已經忙到爆炸 也都是被老闆罵的 你還經常檢查我 那我怎麼會做得安心呢 因此 好像李官所說 這些支援兵 這些救援兵 都真是很有用 有時候在一些危急的情況裡面 好了 這單案呢 暫時講到這裡 遲些有他們的判刑的時候 才再跟大家說 好不好 多謝大家 拜拜